社稚不良 工廠業者拉起白布條大聲表達抗議 他們全都是五光路189項的工廠業者 但這次蘇利颱風使得他們損失慘重 業者懷疑是一旁施工中的中心大牌抽水站 惹得火 一天大水以前三個水位 高低落差都能差一米半 這個如果這裡關這個一米半 這個關這個一米半 我剛才第一次看到水果有三個水位 這一次你看看天王做起來之後 將近多差不多五倍的水量進來 所以你看看整個廠房 似乎全部全回 地方表示 社福水利局為了施作中心大牌抽水站 因而將抽水站的呼岸加高 沒想到大雨來 這加高的呼岸反而讓區域水流 無法排入大牌當中 水就這樣灌進附近的工廠 造成所有的機具車輛原料全都泡湯 損失難以估計 直到居民用挖土機將呼岸打穿 才使得水流等於宣洩 因此明代也要求市府要進行賠償 居民請機械怪手來把這個堤防把它挖掉之後 水才排得出去 所以這個很明顯是一個設計不良的一個結果 所以造成我們五光裡的淹水 那我們今天要求這個水利局一定要馬上做解決 經過事後的這個檢討 那認為就是說還可以做一個改善的空間 所以把這個排水 就是說我剛剛提到測舟以及它的這個 什麼護岸的這個排水 這個做一個這個 收藏的這個水流 市府水利局坦言抽水站的設計有檢討的空間 地方明代也允諾會協助受災的工廠爭取補助 也要求水利局要盡快在抽水站的呼岸 施作活動式的水閘門 希望中心大排抽水站可以趕在八月底前完工 盡早的發揮作用 接著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